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只有八千多居民的小城 环境迷人 植被丰富 气候温和 一年当中晴天数量有三百天之多 是以旅游度假为主要产业的城市 因此这也成为四十年来欧洲最著名的度假圣地 提起它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 若说起还法自行车赛 这个名字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 居住在格兰玛特镇的居民虽然生活悠闲安逸 但他们却极具冒险精神 格兰玛特附近有一个名叫威塔雷特斯的洞穴 这是一个很大的溶洞 洞中景象瑰利多姿 引人入圣 许多年来一直是探险者的乐园 1999年11月13日这天天气晴朗 格兰玛特镇的七名男子经过几个月精心准备 进入了威塔雷特斯洞穴 另外还有几名探险者也准备在第二天进入洞穴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洞穴探险成为了他们的生死之旅 将要使他们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 威塔雷特斯洞穴里面四通八达 有地下河流连接 但是整个洞穴的出入口却只有一个 是一道40米深的树井 树井非常狭窄 直接与地下暗河相通 七名探险者通过这个树井顺利进入了洞穴 探险者刚开始进入洞里的时候 进展很顺利 因为暗河中的水很浅 刚刚摸过脚踝 我们的目标是沿着地下河一直向前走 探索那些15到20年来 从没有人探险过的地方 威塔雷特斯洞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 探寻这样长时间没有人际的地方 探险者的内心都很激动 一行人在洞穴里行进了两天 后来暗河的水逐渐深了起来 有些地方需要使用橡皮筏才能通过 虽然有些艰辛 然而这样的探索还是让人很愉悦 可是这样的溶洞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邀请了溶洞专家 向我们做简单的解释 以碳酸岩为主的 也矿物为主的 岩石的分布地区 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 所形成的一些地下的空间 那么在地表那就是卡斯地帽 在地下呢 就是洞穴系统 形成一系列的洞穴系统 这可以达到很深的深度 张寿岳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 国际旅游洞穴协会理事 长期以来 一直从事洞穴的探险与研究 一百多米的地下 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 将七名探险者 困在了黑暗的洞穴等中 探险者命运就会怎样 死亡洞穴 地底中国正在播出 一星人说笑着前进 观察着洞内的情况 记录着沿途看到的一切 突然 他们听到有巨大的轰鸣声 由远而近 响彻整个洞穴 轻松的气氛 陡然紧张起来 让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是 正当他们在洞穴里 欣赏美景的时候 洞穴外面 已经连续12个小时降水 降雨量达到了62毫米 地下岸河的水位暴涨 顷刻之间 大水灌满了整个通道 也堵住了他们唯一的出口 因为河水的上涨 七名探险队员被困在了洞穴之中 为了躲避洪水 所有人都挤在一起 所处的位置 距离洞顶大约只有一米半的距离 这时 队员们意识到 他们已经身处险境 无法从唯一的出口 离开这个地下洞穴了 比古拉斯瓦兰德是一个19岁的青年 是探险队中最年轻的一个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碰到这样的险情 让他感到非常害怕 看着不断上涨的水面 每个人都非常恐惧 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 尼古拉斯和大家开玩笑说 要是能逃出去 就给大家买辆汽车 可是他们都知道 出口已被洪水封闭 要想从出口逃生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原本应该在第二天 和另外一组人会合的 没去会合说明肯定是出事了 所以我们都相信 他们会通知我们的家人 然后组织人手来实施救援 眼下所有的队员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等待救援 可是他们能不能出去 在场的人谁都不知道 大家都在内心祈祷着 刚才片中一位队员提到 这个探险队原定计划 是要在第二天跟另外一组队员 在地下洞穴内会合 第二组队员有五人组成 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进入洞穴的时候 天气预报说当地将会有大暴雨 这五人马上意识到了危险 他们知道如果有大暴雨 那么洞穴探险将非常危险 于是五人在暴雨到来之前 下到洞穴去寻找那七个人 可是他们费尽周折 也没有找到先行家中的七位探险者 暴雨即将来临 他们不敢在洞中太多耽搁 于是返回了地面 开始寻求救援 酒鬼酒赋予箱 提示您精彩继续 空气停止了流动 狭小的区域里 二氧化碳不断增加 七名被困者面临窒息的危险 他们能否坚持到救援队的到来 死亡冻雪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1月的地中海地区 地面气温虽然不是很冷 可是洞内阴冷潮湿 温度只有8到10摄氏度 七个探险队员已经冷得浑身发抖 我感觉被遗弃了 不明白怎么就落到了这步田地 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的是 洪水还在继续上涨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 这让他们面临着一个更加可怕的危险 那就是洞穴中的空气在逐渐减少 它就是一个管道 就是水位高涨的时候 然后这个段管道的进水口和出水口都高于这个口了 那么这样的中间这一管道就变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尤其在洪水季节就有可能遇到因为暴雨而形成的损失的地下空间的被淹没 冰冷的地下河与洞顶岩石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空气囊 河水阻止了空气的流通 他们在这里等待的时间越长 空气就越稀薄 被困者很清楚自己眼前的处境 知道压力的轻微变化 就会导致地下河水未上涨 因为洞内的空气有限 他们要尽可能少地使用照明设备 因为这些灯在燃烧时会消耗洞内的氧气 同样 他们多吸入一口空气 在这个保证他们生命的狭小气囊里 氧气就会少一分 而每次他们呼出一口气 就意味着周围致命的二氧化碳气体就会多出一分 随着体内二氧化碳的增加 他们呼吸会更为急促 心跳也会加快 组织液会变成酸性 当二氧化碳含量严重超标时 他们会呼吸系统瘫痪 身体抽搐 昏迷 甚至是死亡 如果洪水将整个洞穴填满 他们即使不被淹死 也会因为缺氧被揭死 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计算机技师菲利普沃之 是这个探险队的技术专家 他用气压表对周围空气的压力进行了测量 他知道只要气压稳定 这个小气囊里的水就不会出现急剧的增高或者降低 菲利普报告说 气压较高 状态还比较稳定 人们暂时不用为缺少空气而担心 距离格兰玛特镇300千米远的地方 有一支救援队 福纳德·托尔特是这个救援队的领队 他从事这项活动将近20年 在洞穴救援中十分有名 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有七个人被困在了 威塔雷特斯的洞穴里面 那是个庞大的洞穴系统 地下河的水流威力也十分强大 特别是在发洪水的时候 所以说情况非常的危险 我们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此时在格兰玛特镇 被困着的亲人和朋友们心急如焚 但又束手不刺 他们盼望着救援队能及早救出自己的亲人 与此同时 救援人员在洞穴上面 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建立了司令部 大批救援队从法国各地赶到了这个小镇 盖伊巴里维拉 是法国一家洞穴营救组织的高级顾问 他就是在附近长大的 熟悉这里的一口一幕 盖伊巴里维拉的到来 多少给了预险者的家属一些慰藉 然而洞穴的入口已经被水淹没了 他们无法进入洞穴 我们了解了情况 刚下过雨 洞里灌马拉水 有七个人被困了 食物只够吃三天的 河水堵住了所有通道 他们只能待在狭小的空间里 漫长的等待让人焦虑万分 就在大家无所事事的时候 突然气压表出现了严重的抖动 河水突然开始下降 这样的下降不但没有使人感到高兴 反而令人更加紧张 队员们知道 正常的水位下降 河水应该是平缓的 眼前水位急速下降 应该是这个密闭的空间 出现了危险的征兆 水位后来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嗯 速度非常快 甚至比洪水刚刚爆发时 水位上升还要快 那时我们的身体不停地战斗 耳膜也能感觉到压力的变化 那种感觉真的是挺吓人 好像你被扔进个瓶子里 什么样的状况会发生这样反常的情况呢 随着水位的涨落 那么就有一些所谓的空气压缩 或者是吸湿的这样过程 就所谓类似抽真空的现象 那么因此在气压表也好 人的呼吸系统也好 都有所感觉 水位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骚动 他们纷纷爬到了岩壁上 我们当时都很担心 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旋转的窝流吸到水下 水卷着我们往岩壁上撞 水流似乎随时都能把我们淹死 气压的失衡更创造了一种极其古怪的现象 洞区内部出现了无数的巨浪 巨浪的产生让人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情形发生 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空气都凝结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时间长达十分钟之久 噪音非常大 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怒吼一般 让人非常震撼 这种震荡过后 被困的探险队员在一块三米坛的岩壁上安设了营地 水浪让他们心里很受打击 黑暗的洞穴中 他们几乎失去了时间概念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救 食物还能支撑多久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沉重 我们必须组织起来 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们开始跟自己说 从现在开始做的一切都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活下来 我们还得等三天 我们觉得三天之后 水位才能降到我们刚刚进来时候的那样的水平 他们小心地清点了现有的食物 并进行了分配 这些食物包括十包汤 一些饼干和糕点 还有部分焦糖 我们开始统计 我们的粮食还能够吃多少天 照明设备还能坚持多久 饮用水还剩下多少 那个时候我们头顶有块中乳石上 由水向下滴 我们把这些水滴一滴一滴地收起来 以为将来饮用 此时地面上的救援还在紧张地进行着 救援人员发现 洪水已经开始退去 这是个好现象 它意味着救援人员很快就可以下到洞里去了 尽管地下河的水位上涨了三十米 可是它仍然没有淹没洞穴系统中地势比较高的地点 所以我们觉得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它们就会躲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都希望看到它们能够健健康康地走出来 利用这个水位下降的好时机 波纳德和盖伊准备带着精确的军用定向设备 深入地下展开搜救 同时还带上了其他最先进的救援设备 这些设备中包括波纳德特制的双人皮铁 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前往洞穴系统的最远端 在水位上涨的时候 这些被困人员的露营地可能会随着水位的变化而变化 它们所在的地方地势一定很高 波纳德和我带着劈艇来到了地下 同时也带上了那些应对水流和峭壁的工具 等到波纳德和盖伊来到地下以后 它们才发现某些河段的水流十分湍急 有些地方的水已经靠近了洞顶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进 危险随时都会发生 更让它们感到疾首的是 它们并不知道七个预险队员究竟藏身何处 它们必须要在危险的洞穴内四处寻找 实际上水面和洞顶的高度还是足以让我们穿过去的 可麻烦的是水流太凶猛 很难控制劈艇 要过去真的是很不容易 经过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跋涉以后 波纳德和盖伊终于靠近了一个名叫塞尔杜考恩的洞穴 波纳德和盖伊希望这里就是被困者躲避的地点 然而这里会是七个人避险的地方吗 可以大概想象一下这就是那个洞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高度 所以要到达洞穴的最顶点 我们就必须爬上两边的石坡 要到上面的洞室 我们就要爬大概大概十五米的距离 从下面爬上去 它们一共花费了五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还要带上必要的设备和沉重的皮铁 当它们千辛万苦地爬到顶端的时候 它们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等我们千辛万苦爬到顶端的时候 我们在石壁顶端看到了一些塑料片 它们都粘在了洞顶的岩壁上 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别提有多么沮丧了 那里是塞尔杜考恩洞的最高点了 水在之前已经把整个洞顶都淹没了 波纳德和盖伊明白 如果七名探险者真的躲在这里 那它们肯定已经被淹死了 如果它们没有被淹死 那它们一定是躲到了别的地方 于是它们决定开始寻找下一个洞穴 盖德沃特洞 距离此处大概有两千米远 就在波纳德和盖伊打算继续前进的时候 它们听见前方传来了巨大的流水声 水浪强烈地冲击着船底 情况十分危险 无奈之下它们掉转了船头 放弃这次救援 回到地面 重新制定一个可行的研究计划 酒鬼酒赋予箱 提示您精彩继续 时间在推移 食物和饮用水在减少 被困者的生命危在旦夕 救援队员是否能尽快发现探险者 他们还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死亡动静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七个人在洞穴里已经是第四天了 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 他们中间的一个队员全身发抖 出现了重症居弱的状态 基本上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生死攸关的时期 我们觉得每十二小时吃一次东西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有一个炉子可以烧水 这既能为我们提供饮用水 也能帮我们取暖 我们还留了一些照明灯用的燃料 我们觉得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总会逃出洞穴的 那时候这些照明设备的作用可就大了 队员出现了身体虚弱的反应 他们尽量给伤病的队员增加一些食物 你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 吃 吃 吃 同时又必须谨慎而小心地对待我们的食品 不能一下吃光 我记得有一顿饭 我就吃了一勺咖喱炒饭 十五毫升的热茶 四分之一个橘子 还有一个烂栗子 一共就这么多 再没其他东西了 七个人一边为食物发愁 一边担心着河水的上涨 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得救 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波纳德和盖伊重新回到地面以后 把洞内的情况向救援小组进行了说报 大家一致判断 以目前的形势 很难从洞中涉水展开搜救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营救策略 利用钻井机器 在地面上钻开一条新的出入口 救援队调来了重型机械 地质工作者首先测算出 那些救援人员没去过的洞穴制高点 做好标记 钻洞小组用钻探机器在上面开洞 希望能直接把地面和洞穴打通 确定最终的钻探点之前 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 即使是30厘米的误差 也可能造成无法挖通冻结的严重后果 步骤敲定之后 钻探组就开始日夜不停地工作 在钻井过程中我们使用到了两种类型的机器 一种机器要可以钻到很深的地下 直接通到河底 同时我们也需要钻一些比较宽大的洞穴 至少能让人从洞中穿过去 这是很关键的环节 与此同时 其他救援人员仍在进行地下搜救 他们从洞穴过去唯一的出入口进入地下 沿着水路一直向前进发 可是他们能够找到七名探险者吗 七个人在洞内已经被困四天 他们的情况十分危急 所以营救必须争分夺秒 但是从地面往下钻洞的营救方式真的可行吗 他们在什么位置钻洞是准确的呢 另外卡斯特溶洞环境十分脆弱 稍不流传就有可能造成洞穴塌方 如果是那样的话 后果会相当严重 那么这七个人的命运究竟会如何 请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支播节目 我是盛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